国庆廉价又有五倍券在手 各大观光景点 人潮真的是满满满 像是花莲知名的包子店跟臭豆腐 就出现了排队人潮 而远凶海洋公园 9号到今天中午12点 已经达到了6000入园人次 其中大约三成左右 是使用五倍券来买票入场的 另外在南投日月潭 附近的饭店几乎客满 五倍券的消费占了三成 就连紫南宫 也有将近2万块钱的发财金 是拿五倍券来还的 人潮排了将近50公尺 花莲知名公圈包子店 每逢廉价必定大排长龙 店员包线的手听不下来 民众到也排得甘愿 排这样子OK吗 还可以 除了包子受欢迎 另外一家臭豆腐 人潮排到附近公园 就享一场肃软好滋味 远凶海洋公园 国庆廉价同样涌入大批游客 同纪从9号到10号中午 就有6000人入园 其中约有三成使用五倍券 画面转到南投 香火鼎盛的子南宫 也出现不少信众 拿五倍券来还原 去年我们就是把这五倍券 收集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捐给一些弱数团体 你就是要来还金 或是要天象有钱 我们都还原 五倍券刺激廉价消费市场 同样是南投知名景点 日月潭周边店家 生意也恢复疫情之前水准 五倍券应该是三瓦而已 有一定感觉 好像昨天晚上这边的饭店都客满 除了店家日月潭旅宿 连假三天 订房更是下下轿 几乎客满 这次双十连假的话 从礼拜五开始 到今天都是满房的状况 连续三天都是客满 五倍券的话 从开始使用到现在 目前每天大概占 营收的大概两成至三成左右 国庆连假第二天 各地人潮涌现五倍券加持 也催出久违消费力 记者陈敬业 赞如辰 花莲南投报道 疫情趋缓 再加上国庆廉价 好天气 继续来看到的是在南台湾 包括了台南美食 国华街的人潮回流 游客潮比往常 是多了五到六成 不过呢 摊伤收到的五倍券 意外的少 因为小吃优惠不多 所以游客还是以赴县为主 另外呢 就是墾丁南湾 虽然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南湾小湾 海滩插上了红旗警告 但是游客们玩性不减 不过提醒大家 十一号五后 海上可能会变差 而东流线的交通船 恐将挺好 国庆廉价第二天 艳阳高照好天气 台南国华街 人山人海 小吃摊贩大排长龙 业者忙到手停不下来 却很开心 有比较多 应该是廉价吧 今天人数有没有增加 比昨天大概多了一成 疫情趋缓终于盼到人潮回流 国华街游客多五成 摊上把握时间大赚观光彩 但实际询问业者 收到的五倍券却意外的少 现在没有那么有优惠的方案 所以就没有吃 因为国华街美食以小吃为主 优惠相对少 五倍券使用率偏低 客人大多还是以赴县为主 另外在屏东墾丁 艳阳天也吸引不少游客到南湾玩水 民众把握假期细水 却碰上台风圆规搅局 南湾小湾海滩插红旗 得穿救生衣 有业者陪同才能下水 让不少游客改搭游艇出海玩 而在小琉球也因为岸边风浪太大 潜水业者暂停浮潜 当地民宿生意也受到影响 东流线交通船也发公告 11号午后海向孔江恶化 导致交通船停航 呼吁游客提前搭船 只是廉价好天气 难得人潮回流 却碰上台风来袭 也让业者万分无奈 记者黄富奇苏世伟 台南屏东最后报道 今天是国庆廉价 第二天中午过后 不少的国道路段 就开始出现了北返车潮 像是国时西向 顶金系统到左营 即使路况一度紫暴 时速低于20公里 而国道5号雪山隧道前 在下午3点过后 也回堵了至少3公里 而且车速越来越慢 明天是收假日 高工局更预估 国道5号北上路段 恐怕会从早上10点钟 一路塞到晚上8点 准备收假回家 但想开上国五 真的好考验驾驶耐心 廉价第二天 北返车潮提早涌现 加上主线一道管控 从下午3点开始 雪碎前就回堵超过3公里 车潮不断涌入 越来越归速慢行 而国时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 即使路况也一度紫暴 时速低于20公里 另外像是国以北向 园林到蒲岩 细止到五堵 午后车潮也没停过 至于南向国道3号 扶的隧道外侧车道 中午12点半左右 还一度因为六台轿车 和货车连环状大回度 六车的坠撞事故 那造成后方 大概5公里左右的回度 目前事故已经排除 车流大加上零星事故 让部分国道路段一整天走走停停 而周一收假日 高峰局预估 国以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 南屯到厚里 西罗到蒲岩系统 在下午3点后 就会开始大塞车 国三北上关系到大西 大山到香山 草屯到雾峰 以及竹山到中西 下午4点到傍晚6点 车流最大 至于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 则可能会从早上10点 一路塞到晚上8点 国六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 下午4点过后 也会涌入大量车潮 明天想要北返的民众呢 可以多利用上午的时段出发 多利用台六一线 台二台九线等替代道路 不想加齐 最后一天被塞爆的车况 影响心情 记得避开九大地雷路段 分流上路 以免在车阵中进退两难 决纵不倒 小朋友到公园挡秋千 以后要计时了 过去有不少家长反映 说小朋友呢 为了要争抢公园的游乐器材 常常会起争执 台北市公务局 也经常接到类似的投诉 尤其是秋千 更是一味难求 因此台北市政府 就选定了 大安森林公园 花博公园等六座游戏场 先行事办 友善现实分享方案 在秋千的旁边 设置计时器 每次荡秋千 只能够荡三分钟的时间 到了就要换人 不过呢 有家长认为 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很好 可是少了强制性 爸妈们不一定会遵守 而这项政策啊 恐怕是只防君子 不防小人 廉价天气好 公园里满满都是人潮 其中荡秋千 最受小朋友欢迎 前面的人荡得很开心 后面还有一堆人在排队 为了推广游戏 分享的快乐 也减少排队 衍生的纠纷 北市府决定要示范 荡秋千 计时三分钟的计划 时间到就得换人 觉得限制时间是还算合理 要不然常常会大排长龙 后面的人就不会等太久 站的脚比较酸 小孩也会没耐心 家长要怎么计时呢 其实每个秋千旁边 都有设置一个计时器 当小朋友开始 当秋千的时候 家长只要按下开始计时 等到铃声响起 就是告诉你时间到了 从10月9号到17号期间 市府示范友善现实分享方案 先从大安森林公园 青年公园 南港公园 等六个游戏场开始 在假日人多的时间 市府会派人到场辅导 教家长怎么使用计时器 也提醒他们 三分钟时间一到就换人 不过现场直级 示范效果 看到还有坏掉的计时器 不然就是家长根本没使用 但有民众点出 并非所有爸妈 都会自动自罚计时 这项政策只是防君子 不防小人 本意是好的啦 这会不会用 是看民众的公德心 可能就会去跟家长讲一下 说让其他小朋友玩 他可能玩得有点久 并不具有强制性 通常在现场是会提醒 北市府当初就是 接获不少民众投诉 说因为争抢邮据 发生纠纷 才决定事办这项计划 但实际上是否真能彻底执行 民众尊从度有多高 恐怕还有待观察 记者徐建许修明台北采访报导 说真正的知识 希望能也够 许修明台北也五条 未能 留意 更 Comes 海